細風彩全部馬匹準備 三場三班 二千米長途十四大熱 十一起飛 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點的馬 到很多隻中間 福麗 在外面還有宜德 內蘭紅心巨龍粉紅衣 中間還有首飾多寶 在外面的馬匹 有法國將軍上來 中間夾著還有這隻福爾摩斯 內蘭紅衣的匹 在這群馬的後面還有太金剛 中間黃衣 黃麵箕騎落無窮外面更新鮮 尾四內蘭索咖啡 後面三匹馬 爪黃豪火自由式 還有就是最必勝 開始爆對面 直到接近千四米斷柱 前面帶頭是法國將軍 接著第二位是宜德 在外面第三位 有這隻實業風彩網空走上 內蘭第四位還有福麗 第五位中間粉紅衣 還有首飾多寶 在外面更新鮮放不出 在外面是藍帽的匹 最後多小馬匹 內蘭未知還有紅心巨龍 在外面福爾摩斯更前 最後多小馬匹 黃衣 黃麵箕騎落無窮 大約在尾六 尾五內蘭就是紅衣 有這隻太金剛 後多小馬匹 有自由式中間塑咖啡 外面爪黃豪火 暫時包尾仍然是最必勝 看來步速拖慢了 整堆馬側了一塊 外面更新鮮 已經將實業風彩涌過了 接著第三位 內蘭法國將軍 白臂窟第四位 還有宜德 在後面第五位 粉紅衣 外面首飾多寶 賣變位置還有福麗 紅心巨龍 內蘭一路走下去 阻礙太金剛 中間上些有索咖啡 在外面戴面褲黃色的 就是這隻其樂無窮 最外面還有爪黃豪火 鬥到最後三百米 很新鮮 走掉了 掃了掃到至少有四個馬位 跟著後面的馬 外面湧上來 有這隻其樂無窮 再在外面還有爪黃豪火 索咖啡中間 就是首飾多寶和福麗 鬥到最後二百米 透出的馬 有福麗鬥首飾多寶 外面其樂無窮上來 接近終點 福麗直追 首飾多寶 兩馬相當接近外面 其樂無窮跑第三下 結果這場賽事 看來中段部速應該拖慢了 很多都未定 粉紅衣服中間 是這隻首飾多寶 在旁邊的黃衣服 就福麗 一直追著他 兩馬相當接近 外面其樂無窮就是第三 索咖啡 第四的機會比較高些 首飾多寶 看看頂不頂到 應該頂到 入內那下贏了 跑第二 用回無私意 就是福麗 第三就是其樂無窮 第四是 林美樂飛成為了 大熱門的索咖啡 那隻福麗一用回無私意 他就馬上有表現了 但他跟這件賽衣 也有淵源 前一次已經好了 但上一次太失望 弄到今天也有些分頭 一度其實他也出了頭 但是六號的首飾多寶 索咖啡 贏多馬 首飾多寶 第四就是索咖啡 押著一邊 一隊在中段發爛的實業風采 和景新鮮 福麗也是難的 看他們沿途怎麼走 一開始步 其實這組來設計都齊 前面走 看見到發國將軍 今天等在前面 勁新鮮也是 直到中間一路走 脫了幾個馬位 裡面有福麗 然後中間移德 然後看第二層 是雄心巨龍 等會再移過去 首飾多寶 隔壁 最外面有福爾摩斯 厚多一層 勁新鮮 再移過去 中間是黃麵枯 其樂無窮 裡面那隻就是太金剛 後一點就是索咖啡 然後那隻爪王豪火被人頂了出去三疊 最後還有一對馬 就是那隻最必勝和自由式 那隻勁新鮮今天採取另一個戰略中段 想走 結果也是不成功的 可能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板斧 在他後面的福爾摩斯 你看到羅里亞的馬牌外檔 都是… 你也不知道他怎樣 早段五疊 其實頭三段1分14秒59 又不是太過慢 但走一走 勁新鮮也是不好 這裡來試一下走 每樣東西都試一下 這裡一發力 走得很遠的 你看到直路之後 一對熱門也是失望一點 包括在尾五位置的太金剛 還有在他旁邊的索咖啡 索咖啡就追回第四 最後成為大熱門的索咖啡 兩隻馬刀都有些資助 在轉彎那裡受到福利干擾 那隻紅心巨龍檢查了一查 影響了太金剛 背著重磅就很難再重新鎮 你看這裡走掉了 厲害 真新鮮 真是少收拾個賓 也不用了吧 結果原來是獎金 也不知道有沒有 為什麼一對撲上來 福利幾乎都很小 上來都好像贏了 但其實你看回正常鏡頭 它沒有一步過過 一直都是 分定時間 25秒24秒49 24秒62 23秒42 沒斷14秒04 總時間2分01秒85 總時間快於標準時間1秒4